我是龚明辉 今天做一道用可乐来料理的猪手 这种碳酸饮料可以软烂肉质 清甜解腻 先将处理干净的猪手焯水 冷水时下锅 等水沸后煮三五分钟将猪手烙出 然后冲洗干净沥去水分 准备一口锅子放入猪手 姜片葱结倒入冷水料酒 先大火煮沸 然后转中小火 焖煮四十分钟左右 可以用筷子试一下生熟 等猪手炖熟后 捞出备用 接下来热锅起油 倒入猪手 倒入猪手 稍稍煸出油脂 然后加入姜丝 干红椒 干红椒 八角 肉桂 香叶 翻炒出香味后 倒入少许老抽上色 加一点生抽 加一点生抽 预先调味 再倒入250毫升的可乐 和等量的热水 没过猪手 注意可乐 注意可乐要用常温的 现开现用 大火烧开后 转中小火 加盖微三四十分钟 直到猪手完全上色 开盖加盐调味 再转大火手指 装盘 最后用松子和葱丝来点缀 这道菜要趁热吃 猪手放凉后会变硬 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 其实这道可乐猪手 是为我的老妈专门设计的 因为老妈既想要吃猪手 但是又担心太油腻 所以我就想到了 我们在料理的时候 经常用到的可乐 可乐的加入可以帮助酥软 就是肉质 然后可乐的糖分 也能够代替我们经常使用的冰糖 而且可以取到一个 清甜解腻的效果 那如果家里有高压锅的话 我建议在猪手的预先处理的时候 可以使用高压锅来压制猪手 可以让整个口感更加的酥烂 如果喜欢猪手的橙色 更加的鲜红一点 我建议可以少放一点点老抽 什么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